为了探访日本三大合掌村之一的大内宿 胖狗从轨怒穿坐了一个半小时的火车 终于来到福岛县的汤野上温泉 汤野上温泉车站是前往大内宿的玄关口 茅气的屋顶宣告着你即将走进合掌村的聚落 一旁的钟楼与足汤 让这个小小的车站摇曳着交互时代的风情 车站内部还有一个地鲁 充满着怀旧的魅力 让它成为日本的白选车站之一 走出车站 前往大内宿的80元油耗已经在等我们了 有趣的是 我们还在车上看到那个专门在机场读外国人的日本外景节目 他们还真的是一路跟着这位外国人在做访问 哎哎哎 胖狗也是外国人啊 怎么不访问我咧 我们历经了千金万苦 跋山涉水 终于来到了这个山中的秘境 大内宿 可是究竟值不值得呢 当然值得啦 大内宿就像个世外桃源 而且十月下旬 附近的山色开始染红 让这个山中秘境显得更诗情画意 从1640年开始兴起的大内宿 是惠金若松到日光的第三个宿场丁 宿场就是驿站 江湖时代有所谓的餐秦交代制度 各地繁主每隔两年就要向幕府做报告 长途跋涉中间总要休息 因此造就了许多宿场 不过 现在的大内宿已经没有旅馆或者是民宿可以让旅人住宿 450公尺的街道上40多栋涨造 如今都是一家家的土产店或小吃店 走在大内宿 看我发现很多店家都利用天然的吸水作为冰箱 真是环保又省电啊 大内宿的中央有一座资料馆 很值得参观 进来资料馆 远之后 光线突然按了下来 所以我们发现了多多 还冒着火 是真的火 馆内保留了许多以前农家生活的器具 让游客很容易了解江湖时代的人们是怎样在这个河掌屋中生活 馆内也详细介绍了这些毛器屋顶的建造方法 不过让胖狗比较压抑的是 河掌灶室内的光线虽然很暗 但是靠窗的地方却非常明亮 条纹窗把光线形成一道道光束 真是美丽极了 要看美丽的风景 就要付出体力的代价 要服揽大内宿全部的河掌灶 有一个点就是在半山坡 那我们就要慢慢地从这里 有很多阶梯开始往上爬 胖狗强烈的建议 来到大内宿一定要爬到后面的山坡 因为这里才是欣赏大内宿河掌灶最佳的角度 即使下午的阳光很强还有点逆光 但是眼前的景色还是美得让人不想离开 大内宿这边有名的湘土料理 就是这个 大葱蕎麦面 什么叫做大葱蕎麦面呢 就是要用大葱当筷子来吃蕎麦面 胖狗现在示范一次 来给大家看看怎么吃 筷子 大葱 咬不起来 捞不起来 怎么吃 要吃口面吃口大葱哦 对 就是这样子 是什么滋味呢 葱不辣 可是很呛 所以要咬小口一口 好像狗哦 坦白说 这个大葱蕎麦面一点也不好吃 不过也许它太好玩了 几乎每个来大内宿的游客都会点一碗 所以要吃还得排队呢 好吃又好玩的是这家叫做山田屋的茶坊 不好意思 这是什么 这是浇荇荇化的 所湾 拿走了 酵 尾 肥荇 隔壁 OK OK 一切就切成一切 在端子上切成一切 切成一切 切成一切 这个心态与寒天很像 加了海苔、芝麻、醋 冰冰凉凉的很好吃哦 找个时间到大内树走走吧 这个山中的秘境你一定会喜欢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